张不远发底线球 环子男先是假掩护紧接着外弹45度接球 抓对方球员跟防不及时的空档 三分出手 塞尔维亚球员开始祈祷 无奈篮球还是空心入网 和塞尔维亚的热身赛 全场完全25分不足威胁 倒是这一球真把大倒看罪了 一个两米持球封线 投篮手感无敌的张不远 一个七尺长人 吃病互空内线 Bug一般的环子男 这些优势器里 最能打的内外核心直接连线 两截战霸就带队领先20分之多 比赛自此进入垃圾时间 备阵使听赛热身赛 第一场对阵波澜 还是这两人 张不远挑起进攻大气 全场16分 持球突破3分干拔 白马银枪无人可挡 环子男8分四茂 进飞区麻辣火锅山道飞起 一个主攻一个主防 比赛观赶上两人都属降维打击 有身高有尺寸 兼具力量速度 张不远持球对抗 都是球迷心中封线该有的样子 外加同级别精英级的投射能力 真的不能要求再多 同样2米13的环子男 也不是内线蠕动的传统中锋 东京太天赋放眼 老美都属一流 再加上这个惊喜的三分 虽说动作观感上还不够流畅 但就说一个身高7尺 B站超2米20的三分炮台 谁来防守都只能祈祷 很难想 4月初 优时期还在被埃及大比分逆转 离小勇直到的迷之操作 还历历在目 现在居然带队 完成欧洲第三世界第五的 塞尔维亚青年队 不过也有球迷扒出 这次热身赛参赛的格波赛 都不是正牌的国庆球员 尤其塞尔维亚 更是来自第三级别球队的 优势八青年队 性质水平估计都比不上 国内俱乐部梯队 也难怪被咱优势级轻松碾压 虽说热身赛主要找状态 但对手水平相差太多 也纯纯的属于浪费时间金钱 还要全员承担比赛受伤风险 这跟弄来一圈日本假拳王 打拳棋集集体自嗨的节目 又有什么区别呢 篮球比赛不是过家家 好不容易等来的张华二人组 真就别再找一些国际绿游队 来自欺欺人了 毕竟很月底的事情在 同组面对的可是没法这样的强队 好呀 好呀